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处征战 取得战功无数 几乎没有失败过 所以为人自然有些傲气 有许多人因为嫉妒他 看不惯他 想要除掉他这个光芒四射的人物 而项羽注定是不会放下自己的自尊的 所以当他失败后 乌江亭长劝他回江东 将来等待时机 回来继续战斗 但是项羽始终过不了心理那一关 他无法接受失败 宁死也不愿退缩 要保留着自己的尊严 所以宁愿自吻 项羽之所以失败 正是他的性格导致的 范增是他的亚父 但他却轻信了陈平的离间计 怀疑范增和刘邦之间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觉得他背叛了自己 其实都是因为他太年轻 容易受人挑拨 看人不准 项羽手下的人才有限 只有雅富 钟离妹等数人 不过就这么几个人 项羽还都不放心 怀疑来怀疑去的 范增气得不得了 而刘邦毕竟是混于市井的人 对人的心理把握非常精准 在人情事故方面很有一套 当日他当亭长的时候 押送壮丁去干活 到半路时有人跑了 他想着把人放了也是死罪 不够人数也是死罪 倒不如把这些人都放了 还能捞个人情 于是他把所有人都放了 这些人感激他的救命之恩 所以后来在他起事之后 都愿意为他卖命 刘邦的优点还有一个 就是他仗义 当日他误伤了夏侯英 按照律法 伤人是要被判刑的 但不管刘邦在牢里吃了多少苦 他就是死活 也没供出夏侯英 可见他这个人是很有担当的 所以他出狱后 跟夏侯英的关系更好了 他对夏人也一样重视 他们的生活细节 刘邦都会留心 让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冷落 正是因为刘邦 收服人心的手段很高明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来投奔他 为他卖命 这也是他为什么会胜过 西楚霸王的原因 Ark吝宏英